所以我们刚刚讲的都是那个解决问题的方法 运算思维它就是一个解决问题的方法 那你可不可以想到一件事吗? 那有问题要解决,那我就会用运算思维 那如果没有问题 运算思维就派得上用场,对不对? 所以当人家告诉你A的时候 你不要就一直沉浸在那个A里面 你要退出来看一下万业的世界 那个是佛洛义德在讲本我自我超我的时候 有时候你当局者仁,旁观者亲 所以你看一件事情的时候 不要听他讲你就一直在那里面绕 有时候往后跳一步 假装你跟这事情你没有关心 假装你是上帝,看这个人在盖 看看旁边还有什么 那个是很重要的一个能力 所以运算思维之外呢 这个是新客纲 有几个关键重要的关键字 花瓜 设计指导 素养偶像 创造力跟自主学情 这客纲的终极目标里面有这几个字 没有办法投影 所以看这里 看不到就往前坐 那可是 因为我们在学校嘛 学校都要 follow 课纲 对不对 然后我刚刚就叫你跳出来 跳出来看一下课纲 其实 就是公务品气下去推动课纲的这一件事情 课纲的产生的方式 决定台湾教育失败的未来 我讲这一 我每次讲话都很尖酸 如果现在这样做会失败 就跟九年一贯一样 都被推失败 但是我们那时候在山上在西宝的时候 我们是成功的 对 所以重点是 重点是你们到底了不了解课纲 但我每次我在披霖课纲的时候 那些辅导员 那些教育部的长官 都会不以为然 但是你现在来看一下我的理论 这个字很小看不到 我稍微讲一下 就是说 你知道课纲怎么来了吗 课纲是 他是否人类的经济活动 对不对 而产生的一个课纲 所以课纲的标准 他都是参考 类似像OECD 世界经济合作 贸易组织 这种的需求 他会跟你讲说 最近这几年 世界需要怎样的人才 对不对 然后我们才去定课纲的规范目标 所以你看 我们去 他每次公告这个新的需求之后 各国才会依据这个单位提出来的需求 去修改课纲 没错吧 这是不是需要一两年 需要一点时间 对不对 然后世界需求跟你的本地需求 一定会有一些不一样 现在又是国际化的实在 所以你用本地化的需求去衡量全世界 去教你的孩子 然后小孩子出来要面对全世界的竞争 这会有一个差异 对不对 再来 你定出课纲之后 是不是要 课纲总纲之后 是不是要定细部的课纲 然后又是另外一拼人 所以当初定核心总课纲总纲的这些人 跟定课纲细则的这些人 没错 你的想法 跟我的想法有一样吗 所以你讲的那句话 我的理解 跟你的理解是一样的吗 所以会不会有一些 Delta Delta已经过世了 会不会有一些Delta 会 然后总纲到课纲 是不是又要一两年 最起码 修订出来 因为法律 你要定这东西就是需要时间 好 那课纲订出来之后 要办公听会 要找那个各县市的辅导员来学 学完要去各县市宣导 是不是又你的理解 跟我的理解 又有Delta 然后呢 又经过一两年 两三年 然后那些辅导团的辅导老师 到学校去宣讲 去教学校的老师 就是电脑课什么上 什么课怎么上 是不是又要两三年 所以请问 从一开始 OECD公告 世界需求人才 到你真正在现场实施 这中间 是差了好几年 所以等到大家 就算好了 就算你百分之百 你的实行率百分之百 你要做百分之百 但是现在的课纲 现在的课纲 现在世界趋势已经 已经 换了 对不对 这就是课纲的真结 但是因为没有办法 公务体系就是这样 他没有办法 马上 如果今天 如果这个学校 最高是 课八单位决定课程 课八会 决定课程 如果没有那个 教育部的课纲 会有种现象 如果学校的老师们都很有理念 也都知道 世界趋势 自然可以马上 发挥课章去做修训 对不对 没问题 但是大部分的人 不是这样 所以 就会 很棒 很棒 很难 百分之八十 很难 就不想弄 各位老师 如果年纪大了 大概也都会不想到 不想学新的东西 不想学新的观念 不想用新的教法 等等 这个都是很正常 合情合理 所以这个就是课纲的问题 所以 如果你一定要顺着课纲走的话 你就要考虑这个问题 但是 如果你今天你有本事 你了解世界变化的趋势 你可以有自己的想法 定出学校更前卫的课纲 那你还要担心一件事 那些扶导人 有没有那么大的心胸 有没有 如果他跟你一样的前卫 他会说 哇 做得好棒 已经超越课纲了 现在就是 时代的需求就是这样 如果是比较没有见识的扶导人 如果是比较没有见识的扶导人 你这样没有按照我们课纲的什么 第几条 你要符合什么 你要挂在这个上面 要跟他一模一样啊 没有就不行 退伍 对不对 真实的情况就是这样 所以很多学校送出去的课程计划 做写是一套 做是另外一套 所以大家也都能知道 但是 我觉得这样是不太好 但是 到底要怎么改 那你说 讲都在讲 那我实际要怎么做 那课刚刚一直在变 我到底要怎么做 我又不知道未来 你说我们学生生二十年之后要出社会 那我怎么知道二十年后会是怎样的世界 我要怎么教二十年后的小孩具备二十年后的能力 按个键回到未来看一下 再回来教 没有这种词 对不对 但是即使是这样 你有没有发现有一些万古不变的道理 他是好像几十年都不会变 这种相通的道理是不是 通则是不是要先教 就一定要教 这种通则万古不变的就一定要教会 包括刚刚那个宴川思维 这种思考 系统性思考的方法 这个大概几十年以内都不会更超越它 那再来 未来世界的想象 会不会发现 你们在年轻的时候看过的小说 看过的电影 描述未来的情景 描述未来的情景 现在都出现了 有嘛 对不对 为什么 因为其实科学的进步就是这样 就是有人先去想象未来是怎么样 对不对 那我科学就往那边发展 然后你先点到了那些东西自然就出现 合情合理 那所以你可不可以去看一下现在 那些未来的场景的电影小说 可不可以先想象一下未来可能是怎样 可以吗 对不对 有机会 好 再来 第三个很重要的 既然我们没有办法陪着孩子 我没有办法陪他一生 你国小老师不会跟他到国中 国中老师不会跟他到高中 所以你不会跟他到毕业 那个国中老师很讨厌国小老师 为什么 国小老师很讨厌我们 但是你知道人家为什么讨厌我们啊 精神因为大麻 这是其中一个问题 国小老师太负责 他把孩子管得死死的 你今天要做什么 等等等等 你不准超出这个范围 全部要按照我讲的做 你做了别的事不对 拉回来 你做了别的事不对 拉回来 造成这个孩子怎样 没有自主能力 因为我知道 我不论做了什么额外的事 最后都不能成功 我一定都要回归在你的范围里面 做你觉得该做的事 所以他就从此不会想要做别的事 所以他上了国中之后 国中老师是不管学生念书的 他就时间到就考试 他觉得成绩都很赖 然后他就生气说 你们国小都不教孩子自己念书 孩子自己念书这种事 在国小是被管死的 所以老师会编着你 该念书哦 什么时候念到第几章 什么时候念到第几课 国中老师谁管你啊 所以没有管孩子就不会 所以为什么国中老师讨厌国小老师 这样子 所以有时候不要把他安排的太 让他有一些自主的空间 但是问题是 你要训练他自主规划 所以你要把刚刚那个系统拆解那边 你要跟他讲 你要让他去学 你要给他这个学习的机会 我们到期末之前要教到哪里 要学到哪里 所以你自己看看你有多少时间 我们该怎么切 所以你心里面要一直有一个想法 我什么时候该做到什么地步 让他自己去学着控制自己 这个是要很多次练习的 再来就是能够快速学习 跟因应未来快速变化的能力 所以你要教他自学的能力 怎么样自己学 所以刚刚那个抽象化是很重要 当你遇到一个新的东西 你怎么样在网路上快速自己学的方法 那像我 比如说之前突然出现一个翻转教育的名词 那我以前没接触过 那花莲也很早开很新颖的言行 那所以我就会直接网路复告翻转教育 我就把各家在讲翻转教育文章 稍微看过一遍 新制度把重点抓一下 你抓第一章的时候 新制度可能长这样 你看第二章的时候 又在第一章的基础上 又加了一些东西 然后等你看完好几篇之后 你的新制度是很有架构 而且经过你跟你调整分析过的东西 所以你对新制度会有一个 对翻转教育文的系统性的概观 所以你就懂了那个东西 所以网路学习很快速 但是你要懂得怎么去Google 找到你要的东西 然后怎么样把重点抽出来 变成你的新制度 形成你的智慧保库 那如果他有具备这样能力的人 他就有办法在 你如果把他孩子训练 训练这个名义就好 以后就算你不在 没有人逼他 他只要他想到要学什么 或者是时代需求他需要会什么 他就能够马上快速的去学习 学到他要的东西 然后再来就是创造力的部分 然后最后一个就是 他要有办法有创造力去开创新的需求 那这个部分就是我们就暂时没有讲 那其实我们会有像那个曼陀罗 曼陀罗各位知道 那个哲光格 他有可以做多层次 还有双向器木表 就是表格 这几个东西还有新制度 这几个都是很好发挥创造力的工具 那这工具都很简单 所以像我上课我都不会去特别学什么 什么四四六六讨论法 什么咖啡杯 那个我都不会 因为我觉得那个都 其实实际的应用上都 我觉得作秀程度比较多 但是像这种比较 可以处理你的新制学习的这种小工具 新制度曼陀罗 我一定是非常的用了很多 然后双向器木表 它最简单的 你想要鼓励学人发挥创意 比如说 你今天在教环保的概念 你就画表格 环保有哪些重点 比如说资源回收再利用或什么 或是就不要一直买新的东西 然后另外 比如这一边呢 你就放比如说在生活上 在工作上 在学习上 然后它就双向器木去对照 比如说 生活上对照 那个不要买新的东西 那这一格 你就要把这两个概念融合在一起 所以我在教 他们学那个Arduino的时候 有很多感测器 比如说 红外线侦测器 我就会把各种感测器 写在那个横轴上 然后值得这一排呢 我就会比如说 假设各位 今天我们是IKEA 我们是IKEA公司 你们都是研发部的同学 的主管 然后我们要研发新的产品 那我们刚刚有学过这个 红外线感测器啊 那所以我们值得这一排呢 我们IKEA卖比如说卖床 卖杯子啊 卖垃圾锋啊 卖垃圾锋啊 卖什么 我就把它列上去 然后请它直接结合 比如说杯子对到红外线 如果杯子上面放一个红外线感测器 这个杯子会变成有什么功能的杯子 以前你从来不会想这些问题 对不对 但是现在因为是强迫你结合 所以你就结合到这一刻 你就一定要想出那个东西来 就会很容易有创造力 所以我们会有很多那个工具 很多工具来协助创造力的部分 那所以课纲有那么多问题 但是你要注意它的核心 我其实不看那个课纲的细节 我都是直接看核心 然后用我的方式 用我的方法去教拜选神 那个中间那是什么 很多细则那些 那个是辅导人要看的 那是教育部规定他要看的 是你们写课程计划要去对的 其实我们直接看核心的话 我们东西其实怎么样都可以对得进去